安播足球快信 虽然又相差無幾,不妨看好雙方金帳對女同棄收場 大UFC近年來的進步大家有目共睹 他們今季甚至有行徵戰亞冠賽場,雖然最終止步16強 但是對於他們來說已是個不錯的成績 攻擊手斯仙娜可以說是大UFC崛起的見證者 同參與者,她自從加盟球隊以來 立即成為球隊進攻核心之一,過去三季軍為球隊投號射手 不過,大UFC今季狀態大起大落 他們開季頭9輪只贏過一場,隨後就連續11輪未常敗職 期間包括一波6連勝,可惜在8月份遭遇5連敗打擊 至今球隊又逐漸從10狀態近7輪保持不敗 隨著斯仙娜持續三輪的入球方,已經連和兩場的大UFC 近期狀態似乎又到回落的跡象 水源三星目前踢完32輪排名韓職聯第六位 目前仍有衝擊更高排名的希望,比起之前兩季都明列第八顯然有些進步 同大UFC狀態起伏相似,水源三星在今年7月底至9月中,也遭遇了一段黑暗歲月 他們連續十輪聯賽不勝,最終導致球隊失去了爭冠的希望 雖然水源三星今季聯賽作客表現並不突出,但他們就是少數作客得分更勝主場的隊伍 換言之,球隊的作客演出更加值得信賴 不過考慮到水源三星往績稍微落於下風,即使球隊今次乘勝出擊,但是只要能夠全身而退,也算有些交代 對,也算有些交代